观众朋友玩 欢迎收看12月28号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贺卫婷 新闻首先来关心 农历春节前的尾牙季即将到来 陆续有7夜开始举办餐会 饮酒恐怕也是少不了 不过喝了酒千万不能开车 因为一个不小心撞碎的 就是一整个家庭的希望 根据交通部统计发现 今年截至9月 因为酒驾导致的死亡人数 就高达233人 比起去年是提高了13.7% 除了必须仰赖政府实施 更有力的法律作为 更需要的是全民要来提高意识 彻底杜绝酒驾 这个在两年前法务部就提出希望酒驾再犯的应该要以不确定杀人故意的行动来加以处罚 那可惜在立法院没有修法通过 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而是你先告诉我们 2019年到现在我们修法之后的执行成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你才能够说服我们说修法完全能够协助酒驾现况的改变 交通单位洗手民间开设系列讲座 比较近两年一到九月同期 今年受伤人数略为减少 但一样高达七千多整 死亡人数更不减反增 民间团体证为背后隐藏庞大黑数 警方一年取缔件数有八万多件 依照美国的研究报告 美国人他们自成两百次 两百次酒驾只有一次会被零检到 那我们试问在台湾的黑数是多少 按件数至少要四倍以上 酒驾汉市一桩接一桩 警方扩大零检 统计分析最容易酒驾时段 出现在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 以及深夜十二点之前 分别都超过两成 立法修法加强行动属于最末端 如何防范未然 除了仰赖警方执法 也急需全民意识再提升 带新闻肖志杰九元集台北部导 其实台湾从去年三月开始 就推行安装酒精锁 酒驾累贩重新考照后 一年内所开的车都必须要加装 才能够上路 但是截至今年十一月为止 本来应该要有五百八十一人来加装 但是却真正落实的只有九十五辆车 而放眼国外呢 各国的政策对于酒驾罚则 也是五花八门 日本是实施连坐法 泰国则是让酒驾者到太平间来做劳动服务 而土耳其也非常特别 是让驾驶下车用走的走到酒行 人手一杯热红酒是欧美耶诞市级的标配 但开新唱饮后可千万不能开车上路 在美国加州 就男子因为酒驾导致连环车祸 造成一丝五伤 今日法院从重量刑宣判二级谋杀罪 这起事件若发生在新加坡 驾驶恐怕不只要坐牢缴罚款 还得处以编刑 至于日本则是采取连坐法 不只驾驶本人受罚 包含贩卖酒水提供车辆的人 甚至劝酒或同车者也统统遭殃 当然不只有严厉罚则 为了遏制酒驾 很多国家也纷纷想出奇招 像土耳其规定酒驾者在警方借户下 行走二十公里行酒 又或是泰国过去曾要求驾驶到停时间进行劳动服务 另外法国也曾要求每位驾驶 无论汽机车都必须自备酒侧仪 但这项法案二零一三年实行以来成效不章 详细规定一改再改最终废除 喝酒不开车 各政府绞尽脑汁 就是为了要早日终止酒驾悲剧 确保民众涌入安全 再来关心国内疫情发展 台湾今天没有新增本土病例和染疫死亡 不过还是有新增19例的境外移入确诊 其中空手道代表团又新增1人确诊 累计已经有13人染疫 而且目前确定已经有7人是感染到 Omicron变种病毒 台湾空手道代表团到哈萨克参加 雅锦赛确染上新冠病毒 全团22人已经有13人确诊 其中7人感染到Omicron 其余还在等待基因定序结果 选手培训过程都没戴口罩 不只台湾 日本香港代表团也传出染疫 泰国更是全队都中标 运动员长时间出国训练比赛 有一定风险 防疫措施势必要再加强 因为不清楚哈萨克的检疫情形 指挥中心还需要透过选手代表团 还原当事状况 才能判定感染源到底来自当地 还是各国选手带有病毒 在近身的接触过程造成传染 大新闻线山里健宽 台北报道 数位疫苗证明 今天早上八点开放下载 已经有超过三万人次来申请 想要完备社区的防护网 除了大家要戴好口罩 还需要仰赖民众 尽速来接种疫苗 提升全体的保护力 不过从统计数据来看 疫苗真的打得好慢 光是第一季从11月1号达到73.3%的人口之后 成长幅度就开始趋缓 到现在是迟迟无法突破八成 专家就担忧这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民众必须要完整接种疫苗 才能够真正的来保护自己和家人 疫情趋缓社区充满活力 大家疫苗打好打满 生活逐步回归正常 路上随便问几乎都打过疫苗了 但国内数据显示 第一季疫苗覆盖率到了12月中 就卡住上不了八成 第二季也是缓慢成长 问题到底出在哪 除了担心副作用 犹豫要打哪一种疫苗 专家认为本土疫情持续加龄 疫情平稳是大多数民众认为 不用打疫苗的主要原因 很多国家也是一样 即使先进国家打到八成多 大概也就是一个门槛 要再上去是更困难的 你真的要提升的办法就是你要积极去找他 要请公共卫生护士跟他联络 说愿意去他家里帮他打愿不愿意 你真的这么积极的话 你是可以继续再提高这个接种率的 尤其现在Omicron变种病毒传播力强 专家呼吁尽速接种完第二剂 甚至是第三剂疫苗是最重要的 才能完备社区的防护网 大约新闻线权李健宽台北报道 百宝故事箱今天要带您来认识的是 最近在网路上爆红的北一女全盲女孩 她在校庆的一段舞蹈影片 在网路上流传不到四天 就吸引上万人关注 她叫做林丽轩 先天双眼看不见 只能感受到细微光绝 但是她没有向命运来低头 一有时间就认真念书 也相当有语言天分 努力开创自己的未来 表演前同学协助站定会 精彩在后头 队伍中站在排头 又喊又唱又跳 有时跟不上拍子 但这可是女孩 立即一个多月的练习成果 最后夺下最佳表演奖 是一年班林丽轩同学 先跟我描述动作如何做成 再带着我的手去做 因为光透过描述 我并不知道动作会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当然会有左右边不一样 会有方向跟他们不理想 反复地跳 早上练 放学也练 所以几乎她每天压力都是很大 一直要进那个舞步 本来她们教绿轩的舞蹈 不是这么复杂的 后来发现立轩跟得上 所以她们把舞蹈 就跟得住的一模一样的 影片放上网 短短四天感动了近三万人按赞 八千多人转分享 底下留言更是一把鼻涕 演出口号也是立轩和同学一手包办 我本来很担心 我会因为动作记不熟 动作做不好而遭到数落 然而这些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 比赛途中连同出身就宣判市长的哥哥 一样把握时间读书 写功课 还拥有语言天分 她就很认真做她该做的 所以我觉得在班上 因为成绩不是特别突出 但是她只要该她分内做 先她都会努力去完成 同样也是为生命奋斗的 还有洪玉轩 还在念研究所时 就被诊断罹患白血病 历经了波折 好不容易才配对到造血干细胞的 捐赠者 如今终于恢复健康 她说想用自己的故事 帮助更多病友 拥有重生的机会 我从国小就想当一个老师 研究所毕业 毕业前牙龈常常会流血 身上也都是大大小小的瘀青 我妈妈就觉得很不对劲 这样的状况 疑似白血病 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很错愕 那妈妈就回去整理 我要住院的东西 可是来的时候是姐姐 我想说妈妈应该是承受不了她的孩子生病 我想说我一定要坚强 我一定要乐观 我不能再让妈妈担心 想说我们家三姐妹 应该会有机会可以配对得到 结果出来之后没有办法成功 我觉得我妹玉轩她也是蛮坚强的 再来就是寻求慈悸的资料库 那那时候第一轮没有配对上 我想说我怎么这么不孝 还来不及可以回馈他们的时候 我就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金色来的师父就很佛心 告诉我说 我们一定可以等到跟你很有缘的菩萨 果真不久 我正于就是接到医院的通知 说我配对上了 他是一个出家的修行师父 他知道配对上的时候 他每天在做早课晚课 都会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 有一天就妈妈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多了解一下慈悸 在培训的时候他很积极 下班以后赶快就诊庄 就跟着出去去宣导 发病的时候我也是不断地告诉自己 我们要赶快好起来 我们要用健康的身体去服务更多的人 要抱着回馈的心 为社会而付出 弟子有发愿 想要分享我生命的故事 我想讲一千场 也更多的社会大众知道 救人一命 无损己身 国际消息 以色列夜最近是针对叙利亚的最大港 拉塔吉亚港发动空袭 造成码头的货柜区大范围起货 而这已经是这个月 以色列对当地的第二次攻击 暗夜里远方一整排的货柜 由导弹引燃 迅速的起火燃烧 消防人员洒水灌旧也无力回天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除了货柜码头 这起爆炸也波及了周围的医院 商店以及住宅大楼 以色列政府这次也罕见坦诚 这是针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民兵组织 所发动的攻击 根据亲资显示 这些着火的货柜里头装有大批 供应给极端组织的军火武器 同样棘手的还有北美地区 最近是遭到极地冷空气影响 陷入了一大片的银白事件 加拿大部分地区甚至测到 摄氏零下55度低温 而美国的内华达州 也出现了40多年来 12月最大降雪 交通是一度受阻 还有乘客是被困在机场内 乘客挤在美国西雅图国际机场内 因为外面的大雪 让许多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 民众甚至冷到不想走出家门 基地冷空气发威 西雅图26号测得摄氏零下6.7度 打破70多年来低温记录 部分地区甚至已累积15公分积雪 严寒的天气对街友来说 更是一大威胁 大雪下不停 西雅图市长德肯在推文上表示 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提供民众所需物资 华盛顿州许多地方 也设立紧急避难中心 提供棉被 手套 暖暖包等预含装备 不过疫情却让情况变得十分棘手 事实上除了西雅图 北加州因为冷空气 导致多处路段关闭 内华达州更是创下40多年来 12月最大涨雪 加拿大部分地区也测得 摄氏零下55度破纪录低温 气象局表示 极力冷空气本周还会持续发威 呼吁北美西北部地区民众 小心防寒 带来新闻谢谢聊宾 北半球天寒地冻 南半球则是水深火热 巴西发生了严重洪患 阿根廷和智利则是在高温 强风助长下野火窜烧 智利中部大约已经有 一百二十平方公里 相当于是近台北市一半大小的土地 全都复制一具 火蛇吞噬树虫 发出吓人声响 直升机不断洒水灌旧 大火过后 家园沉了一片废铁 南美国家智利 这个夏季很不平静 光是二十七号一天 全境就有二十个火厂肆虐 灾情最为严重的中部地区 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 相当于四成台北市 呈了一片焦土 当局派出六百多名人力 十多架飞机抢救 无奈天后条件不佳 火势恐怕还会蔓延 镜头跨越安地斯山脉 来到阿根廷 纳伊湖比国家公园 以原始森林稀有物种文明 如今却是助容威胁 步步逼近 就怕恶火不长眼 民众自发拿起电锯 打造防火线 当局也关闭园区周遭道路 还整合环境 国防 内政等部门 成立特别委员会 大爱新闻秋凯文编译 2021年联合国地球卫视长 今天要来认识的得奖者 是加勒比海岛国巴贝多的首相 他不仅是巴贝多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2018年上任之后 更是在国内展开对抗气候危机行动 也号召了拉美以及加勒比海国家 加入生态系富裕十年计划 一身白衣红裙神采飞扬 巴贝多首相莫特里上任以来 致力对抗气候危机 获得联合国颁发2021年地球卫视奖 阿维多首相莫特里的领导人 对抗气候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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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避免家园被大自然吞噬 莫特里发起一项计划 复原珊瑚生态 强化海岸的防护能力 同时加强屋顶强度 降低倒塌风险 此外莫特里还打算2030年前 全国要以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 达成零碳牌目标 导国虽小但野心无穷 透过巴贝多首相的决心 抵御气候危机 依然看得见希望 大家先用好反正变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利时一间动物园 有只马来木宝宝刚刚诞生 扭动鼻子绕着妈妈转来惯去 模样是十分逗趣可爱 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和家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